詞曲 李宗盛 現在也覺得結婚蠻好的 就一家一打一二 就多一个家人的感觉 对 品宏心思很细腻 生活大小时他都会知道我需要什么 然后会买给我 把我弄到好 说就是这点小钱不要省 该花就花 然后要有仪式感 他兴趣广泛 他什么都可以做 我什么事都有兴趣 他可以刮照办公室同事啊 然后也可以刮照政治的事件啊 然后或是经济情势 他也很会分析 我们可以一起画素质油画 也可以一起拼图 也可以出去游泳 他还逼我去运动中心去游泳 他体力其实很好 带他去爬山 他可以帮帮我背水或背太重的东西 所以带他上山下海还蛮很好 他就比喻说他是蚂蚁 我是牙虫 物理共生的关系 就是我没有什么行动 公理不会开车不会骑车 他就可以开车骑车在我到处玩 然后我也可以告诉他 这个利松温泉不错 或这个哈游戏不错 我就带他到处玩 不管是什么样的行动 我们都可以自己找乐子 乐在其中 就我们两个相处 不会无聊 从小的事情 也可以发现很大的乐趣 我觉得义琦是一个理性比较多的人 因为他就感情方面还蛮比较收敛 就是他比较不会表达出自己的情绪 我一开始不告诉他我住在哪里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他还在那边猜错我可能住在很遥远的哪里啊 就很随意 然后都猜错这样子 哈哈哈哈 我们在我的工作场合上遇到 我那个时候是他们的系统工程师 然后就去他那边注点 因为他刚好那个时候是他那边的床口 对 所以我们就刚好有一个脚趾 其实才住点两个礼拜 他每天早上会跟我说 哈啰早安这样 然后要回公司处理系统的问题 他还会来跟我说拜拜 就会哈拉这样子 要留下一个好印象 哈哈哈哈哈哈 那时候其实上班就还蛮期待看到他 因为还蛮开闲 但是其实我一开始还蛮排斥这种办公室练习 一开始他就有给我LINE ID 那时候我就没有叫他想说有电话 办公室有电话 为什么要加你的LINE 处点结束之后又再递给我LINE ID 我是在那个出版公司的门口 我犹豫很久 最后决定啊 还是写一家给他好了 就是多留一个机会给弟弟 他自己已经跟我说拜拜 然后要回公司之后又折返回来拿 给我LINE ID 再打架 然后就慢慢聊 慢慢聊 是因为觉得很有狠心吗 哈哈哈哈 这是有 recommended 件事 默默的 ̀ 木木木某有一天突然很早就照我桌上放一个格伦掌握电子户 他住點兩個禮拜 所以警衛都認識他 就讓他進來 然後我就質問他說 誰看到你說了些什麼 就把他約出來 罵他一頓 聽前一聽幻想就想說 那應該會是一個蠻好的秀 有點感動啊什麼 結果完全沒有 他的驚喜是我的驚嚇 不過就因為這樣子有約出來 私底下約出來見面 然後也真的去看了那部電影 雖然那本書我到現在還沒有看 可以已經解憂了 對已經解憂 完全解憂 其實我也有跟他說 我不需要轉接 但他還是送了一顆石頭給我 我們先登記那天早上 他就遞了一個戒指盒給我 他直接說 這個我狗戀給你 狗戀 狗戀給你 這樣就會酸住了 他就把我酸住 然後當他的效果 結婚之後 多了一個家人的感覺 就是不管什麼時候 都有人陪來自己的身邊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會想要先跟對方說 讓對方知道 不管做什麼決定都會想要讓對方安心 過去都是自己決定就好 那現在的話就是會想要先跟太太商量 他的意見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未來的日子也都希望可以一起一直現實下去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可以牽著你的手一直走到現在 那也非常感謝你沒有放棄我 也非常感謝你很照顧我 未來繼續麻煩你 我這個牙蟲再麻煩你 繼續翻面 好的 one 优优优独播放